7的会,这个7是不是可以 不一定是7 因为有可能假设你将来会有资料新增进来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自动侦测 当然可以啦 不过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会从这个A2 Ctrl向下 它会去侦测到 那为什么我会打7 不打那个向下侦测 主要因为我们这边有说明 那也就是说 尽可能如果说你将来 是一个范围的话 就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不然会侦测错误 再不然你可能要 一定要留它 你就要把它减1 因为它侦测到应该是8啦 有没有 I8 就是8 就要不要它减1啦 不然的话会多1 所以也许你如果要正常的话 应该把这两列把它删除 删除 OK 好 问题会删除之后 这个按钮变形了 CtrlZ一下 如果你要让这两个按钮不变形的话 记得这边有一个什么的 按右键 控制项的格式 当然我们加上这两个 把它多选按Ctrl键 如果说你要让它不变形 其实按右键有一个什么 物件的格式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 不随那个储存格改变 因为你放按钮上去 如果你删掉 它的裂高就会被压扁 所以你可以把原来随处成格变改成不改变 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改完之后 把这两列删除之后 这两个按钮会不会改变呢 它闻风不动 有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刚好可以顺便讲一下 那Ctrl向下 这个时候它会抓到是A7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这个7的数字 放在回圈的后面的话 刚刚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这还蛮重要的 我前面有讲过了 我们再做一个复习 就第一个把它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7做什么呢 刚刚那个动作 那一般是用Range 刮弧 Range指的就是哪一个范围或者储存格 那你可能会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你不用那个Sales啊 其实这边可不可以用Sales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呢 用Range来表示会比较简单 怎么说呢 因为你打一个A2就好了 OK A2的话呢 就表示说 我要抓那个A2的储存格 比较直觉嘛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打那个Sales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为什么 A2怎么表示 先打2 再打A 感觉好像要打的字比较多了 这样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 同程式里面干嘛要两个吗 道理很简单 因为呢 这个基本上 你可以放1 也就是Sales里面 多半可以放数字 但是Range的话呢 它是放文字 那文字的话 如果配合回圈的话 就会有问题 因为回圈里面 基本上都是数字的重复 因为它是23456 就是下一个数字的意思 但是它没有那个下一个文字 所以Range通常没有办法 跟Fore回圈搭配 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那什么时候用Range 就是说 比如说你固定值 某一个储存格的时候 那你就用Range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我的程式里面 会有Range跟Sales夹杂的问题 那常常同学会没办法理解说 为什么老师有些时候你用Range 有些时候你用Sales 那其实简单讲解就是 回圈里面 就用Sales 为什么因为数字 数字的重复 那如果说它不是回圈里面 而单单只是指向某一个储存格的话 那我就用Range就好了 这样子来表示 A2这个 那我要让它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话 表示说这个A2的最下 这个Range往下侦测 往下的话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End End指的是边界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要侦测什么呢 侦测一个边界 什么方向呢 你会发现 尽可能你用刮弧 后面那个方向 它会跳出来 这个是自己会跳出来 尽可能你不要自己用打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一个X 后面是L 结果它就打成X1 那一直行 它一直跳出错误 它一直比 怎么比都比不出来 我也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出来 因为它打X1 这样子 E跟L 几乎看不出来 后来我想 对有可能 后来把它改成L 那问题就解决 建议啦 就是说你用选的就好了 比如说Exit 那我要向下侦测的话 那将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侦测方向 比如说我要抓最下面一列的话 那就向下 那如果要抓的是向上的话 就UPP 这什么时候会用 比如说你可以从最下面往上侦测 那你就知道这个范围最下面 也可以侦测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其实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 也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左右的话呢 是抓到说你最右边的 通常是最右边那一栏是哪一栏 那这样你可以抓到整个范围的边界了 那你就是有边界 那你就可以跑个回圈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你就全部可以把它抓出来判断 判断完之后 你可以做后续要处理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我们就选什么Exit 向下 后刮弧一下 所以特别说 一定有前刮弧就有后刮弧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向下帮你追踪 那可是追踪完你需要什么呢 点 告诉它说 我需要的是你告诉我它的列 是哪一列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会出现有一个手拿着一个文件 这个东西叫属性 如果是一个绿色的这个符号 这个叫方法 那也就是说 这个Range它是一个物件 物件里面 其实各位要学习 你只要了解 它会有两个 一叫属性 一个叫方法 如果你可以彻底了解这里面所有的 不一定要所有的 你要了解这些特性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物件 要怎么使用了 其实物件导向的观念就两个 属性跟方法 你要会用它就可以了 OK 所以好像Range 它有属性跟方法 Row 列也会有 蓝也会有 然后呢 Colon 那个 那个 工作表也会有 那你只要知道说 它里面有哪一些属性跟方法 那你会去使用它的话 你就可以达到什么 自动化的目的 你就会控制 那你怎么控制 当然就藉由什么 藉由这些属性跟方法控制 比如说我想要抓到 最下面那一个 列的话 那就是去读取 它这个讯息 的资料 回来就是7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 知道 那另外如果说 还有什么方法 比如说像你要什么 点的吗 里面有一个什么 slate 如果是你这样的话呢 slate的意思是说 游不要放那边 slate 选它的意思 那这个动作就是说 我要帮我 帮我移到到那边去的意思 OK 所以 每一个都 每一个用途 至于什么时候会用到 也许我们后面还会有 利用范例的方式 只要讲到 那就可以 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边的话 当然底下这个层积也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 把这个复制一下 那这边7 也可以把它贴上就好了 OK 所以一些程式都一样 那你就用改的就可以 像这边也是一样 你把它贴上就好了 那这个自己去 动手做一下 然后把它清除 然后向下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又增加了几个人 比如说这边 Ctrl C 就增加几个人 清除 层积 有没有发现 自动就往下了 清除 层积 有没有人多也没有关系 只是那个格式 因为刚刚没有设置中 所以这个当然 可以在自己再加一个属性 控制除层格里面的置中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侦测 那个最下面的那一列 如何去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以后 请各位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这个还蛮长用的 接下来就是多重 ABCD 那多重的话 其实多重也是从成绩去做修改 那特别之后 反正以后的逻辑判断 不外乎就是 大概两重用的最多 不外乎就多重 所以这些逻辑 大概就这两个比较重要 所以以后你遇到多重判断 你就 你实在记不起来没关系 以前有同学就是 拿我的云端白板的东西当范本 拿来改不就可以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完成的程式码 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有哪一些是多的 就是这个是原来的 多什么东西呢 特别主要 多else if 这个也是一样 怎么修改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这边会有 比如说我原来 原来是 就是你可以拿成绩这边 把它Ctrl C Ctrl V 然后改一个成绩多重 中间的成绩我拿来改 我改给各位看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一行是至中 因为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改哪些地方 其实第一个 跟刚刚那个逻辑很像 刚刚那个逻辑是 大于等于80 所以你如果要把 刚刚逻辑拿来这边的话 一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80 然后二 这边改成 A 对不对 但是 B跟C怎么做 很简单 请各位注意一下技巧 一 把这两行选起来 二 Ctrl C 或复制 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 贴上 贴上之后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 if 有点像是我们 那个写文章里面 有个首先 如果你还在首先 好像不对 所以就变成其次 那其次怎么表示 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 就是加一个else else if 就是其次了 首先就一幅嘛 else if 就是其次 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70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B嘛 哎 好了 那C怎么改 很简单 再把这个else if Ctrl C 再 Enter 然后back到前面去 贴上 哎 有没有 然后这边啊 改成60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C 有没有 啊如果还有啦 再贴嘛 所以它特别注意哦 反正这一定首先只有一个 一定只能有一个一幅 但是else if 可以有无限多个 看你要几重啊 一直贴下去会吧 所以再复杂的逻辑 都可以做得出来 不用担心 不过应该也没事 不会有太复杂的逻辑啦 大概这样也就够用 你工作里面的逻辑判断 最后一定会有个else 就是剩下的 没办法判断的 都跑到else 这有点像一个筛选器嘛 反正 像那个我之前看过什么 那个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的铜板 有50块 有10块 有一块 有五块 一堆对不对 可是你放下去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分了 因为它就里面好像有个轨道 反正就是大的 它就往大的地方跑 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要光一桶那个 硬币啊 哪些是 一块 五块 十块 你要分也蛮麻烦的 它有一个机器 过滤 自动帮你分好了 或者像什么 那个柳丁有大有小啦 品质好坏 怎么分 它不是有个机器 靠什么大小跟重量 类似像这种概念 所以在资料里面 要做筛选 就类似像这样 以后如果你一下记不起来 没关系 反正就是先把我这个云端白本记下来 以后可以套用范本 改一下 那应该也可以改得出来 最后记得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D就好了 好 这样就写完了 好 那写完之后 就test了 所以基本上 应该不复杂 反正复制贴上应该都会 所以这个上面的东西 贴下来 名称不能重复 所以一定要改成D多重 好 然后就是 就是贴 贴 贴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就把这个 看把它缩小 并且呢 再插入一个按钮 插入一个按钮 应该还记得了 反正开发人员里面这边嘛 有没有 表单控制项 拖拉一下 好 然后就是找到 成D多重 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个按钮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一下 按名称就出来了 那就有个按钮 那我就怎样 清除掉它 按下它 OK了 所以如果以后呢 你有很多多重的 就类似像这样 那请各位 一样试一下 那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 刚刚主要的重点 这个 向下侦测 列 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向右侦测 蓝的话 就是把这个改成 XL to Right 这个改成 点 Column就可以了 Row的话是列 Column的话是蓝 那你就可以知道 最右边那个是D几蓝 但是它回来的 不会是一个英文 它会是D几蓝 比如说F蓝的话 那就是AB 它回来是6 它不会是F 是一个数字 好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地方 ELSIF ELSIF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